暴風 今天 Tonight is OOPA 遊戲 又到每個禮拜五晚上最歡樂最專業的格遊遊戲頻道啦 大家好 我是露比 大家好 我是葉子 開場就 題詞 我剛剛講錯了兩個地方 不是頻道 是節目 然後前面還講 還必吃了 這個為什麼呢 絕對不是因為 節目要收的關係 是因為我剛才吃太飽了 好不好 剛剛一個 我的貓變醒了 我的艾露貓 你的貓臉不見了 他的下巴不見了 好可愛 他的臉不見 真的嗎 這樣比較可愛 好慘 什麼好慘 好慘 難怪你都不穿有圖案的 沒有發現我今天 你應該換位置了吧 為什麼 不覺得我今天跟葉子請旅裝嗎 我覺得讓觀眾來評理 好慘 那是襯衫就是情侶裝嗎 你說橫條紋就是情侶裝是不是 你剛好都穿牛仔的啊 那靠腰我也穿牛仔褲啊 你不要講那屁話 滾下去喔 好啦 那個 我們今天節目一樣很精彩 這個是 還是一樣 其實我們上禮拜有稍微提到 今天是7月幾要來的 6號 我今天持發心神 然後 完全不想理你 對本來是昨天要發 但我昨天在顧店 我要是你員工我就告 靠你個屁股蛋啊 我他媽昨天 我真的覺得 步步中年啊 什麼叫中年危機 我這種就是中年危機 活到這個歲數 我在做22K的工作 我已經連續三天在那個集齊店在顧店 我還以為你在主 你在炸 怕老弟不太需要我顧 但是集齊店剛開 對因爲員工休假 然後我老婆要顧小孩 因爲本來是 員工休假是我老婆要去顧 然後因為小孩子最近腸病毒 要有人照顧 所以小孩子每一上課 崩講腸病毒 我老婆就說 那你要顧電還是顧小孩 我二號部說 衝 抓全的工作 當然是交給我啊 22K有什麼問題我做 我就他媽的幹 顧了三天的電 顧小孩是差不多 35K到40K的工作 有這麼貴嗎 差不多啊 你去請一個保姆看看啊 其實我不能說 沒有那麼貴啦 在台北比較貴啦 沒有他有分很多種類型的 很多 其實我有問題想要問一下一隻 蛤 算不算你等RB來等人來在一起 我比較有趣 我比較在意 我看到LZ在這我還是覺得好驚訝 還是有種很突兀的感覺 我不知道什麼 不是啊你怎麼在這 他剛剛拎這個地方進來 LZ那個幫我拿一下腳本 他為什麼在這 他現在衝 專精一點 我跟你講你要惹到他 他現在是那個 啊不是啊 人家是要換那個 另外一個節目是不是 對對對 新節目新節目 新節目是不是 就要接統神電台了 那你坐嘛 坐嘛 直接坐 行行的位置是不是 沒有啦 那個 LZ現在開始在那個 麥卡貝這邊上班 他有沒有缺人啊 我真的很缺哪一份錢 你也要在這邊上班是不是 就有的賺就賺啊 不然呢 你都已經 你都已經兩間店的人 對啊你那麼忙了你還有時間來 對啊 講講嘛 有看有沒有機會 你過LZ去你那上班還差不多 你過來的話 他那是你學長 對啊 你要叫他學長 欸對 如果我來的話 哈魯是我學長 戴安麥克爾是我學長 對 然後我走到路邊 我看到那個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威力 我還要被他笑 不要 不要 重點 重點是威力是不是 這錢的問題是整個面子的問題 大家看他教學長 我哪受了 對 在以後哪有人敢進來賣卡貝啦 他已經離職了 好啦這個 希望LZ這個新的職涯 生涯順利好不好 對啊 因為畢竟 同路人嘛 那之後還是會在 魯旦當家活躍嘛 對不對 這應該是確定的事情 反正魯旦當家他就兼職 主持人跟企劃啦 我覺得 我覺得LZ 拉LZ進去那哈魯 我就有很好的理由可以偷懶 反正事情都丟給菜鳥做嘛 不然當家都全部讓LZ 一個人去跑 沒有啦開開玩笑 這個 希望不是因為那個草莓田計畫 而逼逼要到幕後這樣子 應該不是啦 應該不是 但是這個精華才剛剪出來而已 我把物都有照住 把物都有照住 而且我跟你講 草莓田計畫是真的很成功 你知道草莓田計畫是什麼嗎 來你問他好了 我問你喔 你喜歡吃草莓嗎 你喜歡吃草莓嗎 那我們有請草莓田大師來問 我幫我們一起教授 教授 什麼啊 快講啊 真的我想知道 沒有 我講到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吃草莓 但我知道張家長喜歡吃 所以他每次問 你不真的覺得草莓不好吃 那我們等一下一起到齊再問 那三個人應該都不知道 那三個人應該都不知道 然後讓葉子來問 沒有 這是一個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算是論文研究 對 那個LZ他正在進行的這個 是專門 以後大概過一陣子他會有一個論文上去 你們少在那邊給我看認真講幹話 這種說我最壞了你們的血 滾一邊去認真講幹話 不要看兩天室 你問了很多來賓了 實驗證明真的有用 真的 真的真的 非常有用 所有上我們 乳蛋當家的女性來賓他都問過 是 女性都問過 對 男生也有 男生也有啦 那你趕快啊 過來坐啊 沒有啦 他真的工作怎樣不能做 那你先問我 快點我想知道 沒關係另外兩個等一下 沒有啦 要等那兩個來 一起來問 一起來問 對啊 一起問比較好 對 一起問比較好玩 我也有問題想要問 算了 等一下一起問 一起問 什麼問題啦 很像人家搞得大家心癢癢好不好 好啦那個 那問題大家應該都知道啦 但 沒關係我等一下在一起問 我做我不知道 好啦今天節目會相當精彩 我本來在小梅電台想要問 但我就不好意思問 小梅電台 你是說禮拜天 他都會 沒有前幾天 昨天他有在開台 反正我在去 算了 等一下在聊 你是不是又去跟人家亂講話 到底要幹嘛 你知道 你知道當22K的電源真的很無聊 沒那麼辦法 要電影幫我幹嘛 爆牌天 上天在跟我聊天 你也才卡幾天翻而已 這10塊 再一次要搞掉 你也能算我10塊嗎 哇靠 我一個 你現在知道做服務業多累 我一個餅乾 便利商店賣49 不是餅乾 類似軟糖什麼的 49那種日韓的 我賣15塊 他跟我說 這個還有一個禮拜的 你10塊賣我 笑死我 馬上就被人家那個了 這誰啊 不要亂講 太多 太多女人了 太多個叫小菜了 我就不知道是誰 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誰 你要不要接一下 你好 你哪位 我就不知道你是誰 這LINE 喂喂喂 喂你好 請問你有需要汽車貸款嗎 哦 對對對 好 我在錄影 拜拜 拜拜 哈哈哈哈 同學同學 不熟不熟 OKOK 好啦這個我們今天其實 我們在那個PO那個預告圖的時候啊 那個 就是那個哈魯很語重心長講的一些這個 感覺讓人家有點 好像以為說怕有爆怕有戲要收起來了 不是吧 這是最後一集嗎 我想說 我要認真去固定的 今天不是最後一集嗎 說預告 預告的內容哦 對啊 對啊 你沒分享是不是 你不要假裝在看預告然後實際上在抓 你不知道嗎 沒有我是剛好開著啦 我是 沒有啦 因為我們這個 老實跟大家講啦 那個節目也進到三週年 經費也真的不足啊 最主要是因為 那個哈魯站的大多 那個Ruby說要漲價 當然沒辦法 所以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公司的生氣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真的有漲就算了 問題是沒漲 沒有啦開玩笑看一下 爪空你是剛睡寶 你是不是剛睡寶 沒有他每次來都這個樣子啊 我怎麼看你一部剛睡寶的樣子 我剛紅完啊 紅什麼 沒有啦 剛接受完採訪啊 哦 又走一波新星的 不一樣的層次 現在要走一波這個 採訪了 要走專業的路線了 不能再跟你們一樣在這邊打嘴炮了 好啦我們歡迎同神 謝謝 好啦那個 我們差不多可以準備進正題了 那個 四組 為什麼正題會是四組賽呢 好啦 你坐這邊 Ruby坐旁邊 Ruby來了是不是 對 你坐這邊 你坐旁邊嗎 Ruby到了我們剛好可以講正題 好不好 我們剛好可以完成沒錢計畫了 我今天要看你中間會不會跌 跌 會不會 就接中間那麼晃 你坐中間跌兩次了啊 哦 這什麼紅色的啊 你拉起來啊 我剛剛就紅啦 剛剛就紅啦 我還自裝耶 好啦歡迎歡迎Ruby 好啦三位都到了好不好 他們要問我們什麼草莓天計畫 來椰子問好了 我問嗎 對啊 我問 會不會 構成 他們絕對不會覺得很舒服 對啊他們絕對不會 真的嗎 對啊不會 好 這三個人 像什麼情況 應該都不會啦 因為我有問題想要問椰子 不過他們剛好有一個 先讓椰子問完 先讓椰子問 請你出來要問我的 好 欸 好的 首先 你們三個人 各自在一個森林裡面 然後越過森林看到了一片草莓園 嗯 那這個草莓園 它被圍籬 呃 籬巴包圍著 保護著它 那請問這個籬巴高度大概是多高 你比一下 眼睛 要先閉上眼睛 對 幻想一下那個 想像個那個情節 我們要站起來嗎 不用 好 沒關係 OK OK 現在是森林嘛 穿過一個森林 然後怎麼樣 前面有一片的 RB也要一起啊 RB也要一起 前面是什麼 一片的草莓園 這個高度是到腳踝差不多吧 膝蓋 我大概是膝蓋 阿B那個地板就這麼高 跨過去就可以差不多了 我要吃草莓 好 很好 好 第二個問題 還要閉眼睛嗎 對對對 要幻想一下 好 現在呢 你跨過這個圍裡 好 進去準備要吃草莓 然後主人不在喔 你覺得這件草莓好好吃的樣子 你會吃幾顆 從阿B 大哥會吃多少量 東東先 我跟你講主人在我就把主人吃了 為什麼要吃 如果主人是男的怎麼辦 誰要先回答 你大概會吃幾顆 對 吃多少量 也可以很抽象的 我大概 我應該很抽象 我應該會吃20多一點 20多一點 這麼數句話 20多一點 啊 20多一點 這種東西在算幾顆是不是 就差不多這樣 20多一點 10個 10個 好 阿B咧 他不吃喔 你不吃 他不吃 他不喜歡吃草莓 你不喜歡吃草莓 我也不喜歡吃草莓 但我沒有特別討厭啊 我不會吃 好 為什麼不喜歡吃草莓 草莓太好吃了 我跟上裡面都講 跟我想吃吃瓜 好 你關我喜歡吃什麼 好 再來再來 好 現在呢 主人回來了 然後他其實 他也沒有生氣 但他就是面無表情的 看著你 現在你會回 跟他講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誰先回答 都可以 主人 怒氣沖沖地跑回來 你為什麼在吃我的草莓 沒有 他沒有生氣 他就直接回 然後看到你吃掉的草莓 OKOK 但他其實也沒有生氣 他就是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也 一句話的話我會講 不好意思 你會道歉 我會道歉 那你咧 我也會道歉 你也會道歉 你偷吃人家東西還不道歉 你是要做效果是不是 關你屁事啊 你要做效果是不是 你要做效果是不是 那你說主人來是 張媽咪也是 很難吃耶 啊 屁 正常來說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反應都還蠻正常 那阿B呢 我會說你好啊 中算就對了 我沒有吃你草莓 我會說你好你好 中算就對了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我們三個問題都問完了 對三個問題都問完了 好 請睜開眼睛 然後呢 那LV解答 要完 你把最容易 解放大師 好來 這是一個心理測驗 那第一個問題呢 我知道你一定要解什麼 那個草莓一定是女人 之類的 有接近 接近 但是第一個問題是 尼巴的高度 第二塊有那個高度 胸部的高度 再更深刻 他是你大概 對於性的開放程度 保守開放程度 的高度 所以剛剛 我沒看到兩個比的 等一下 我就問一下 你說性的開放程度 是說知識那些東西嗎 還是說是 你對於說如果 我就是 我們交往多久 然後可以來一把 那種感覺 就是開放程度 那這個不準 你覺得不準 我超準的 我這麼高 你覺得不準 對這兩個來講 其實沒什麼差 結婚的 你剛剛蠻矮的啊 那就是我很保守嘛 對不對 不是 代表你的開放度很開 你越高 你怎麼會用話過去 你怎麼會用話過去 你怎麼會用話 反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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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保守 你不敢說 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 想當年泰國 他們這麼壞 我都影響不倒我 我也沒說阿咪也有趣 還沒問題 你講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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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洗二十次 你洗十九 老婆打來視訊 我都沒問題 老婆打電話說 欸小三要視訊 都說不在 幹你少來 你少來 還有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他問你說吃了多少顆草莓嗎 那吃了多少顆草莓呢 是代表說 你的 對於性的需求量 而你吃越多 代表你的需求量越高 就是可望度需求量 蠻準的 蠻準的 阿B他不吃欸 沒有吃 我吃草莓啊 出家人喔 主要是草莓 因為 你可能這個問題主要是 草莓大 普遍大都會喜歡吃 對對對 剛好他很討厭吃 我普通而已 我會吃啊 對對對 然後這個問題呢 就是農場主人出來問你嘛 問你說 為什麼你要吃到草莓 那回答的第一句話呢 就是指 你在完事之後 通常你會跟對方 所講的第一句話 抱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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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不好 抱歉啊 他那個做效果不好酸喔 抱歉啊 抱歉啊 糟糕了 可是怎麼會這樣子 你偷四片草莓 那跟完事的那個態度 很正常 你偷出來003的草莓 你完事態度不是這樣嗎 沒有啊 那個是003啊 又不是 又不是 抱歉啊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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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不夠好 靈一上來就沒差了 喔 怎麼樣啊 關你提示啊 關你提示啊 怎麼那麼快 關你提示啊 關你提示 這個柏俊一笑啦 好不好 這個草莓天計畫 這個到這個禮拜 應該是完完全全結束了 對不對 差不多了吧 對啊應該能問的其中 能問的都問還了 好不好 這個是 等一下我們有機會可以看到一個精華 就是那個 魯蛋當家他們 一系列問了很多來賓 回答他還蠻好笑的 有的人說 像那個 某些女實況主說他要吃100顆之類的 或者說 那一定是貝利梅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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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利梅吃3顆 貝利梅吃3顆 如果你要問他18歲 可能吃不了那麼多 他現在快30 30如狼 欸 你真的超壞 你真的超壞 你還準備收傳票 我跟你講 我還年紀久久啊 好啦這個 我們還是要來回歸一下 我們最近的話題 這個 我們剛剛跟LZ聊完之後呢 第一個 話題就是我們的 四足賽逐漸進入尾聲 帕猴系名叫大德門 能夠給聊天室們 投資理財建議嗎 今天的對戰組合是哪兩組 烏拉圭對法國啊 現在八強了嗎 八強 八強第一 比那個 比利時 比利時 好我不管啊 我都要壓冷門了 這一些 你都要壓 賠率比較高 今天幾點 10點 10點跟2點 那10點那個來不及買了 可以啊 等一下休息時間就下去買了 okok 你說兩點是巴西跟比利時 不是 烏拉圭跟法國 那10點是什麼 10點是烏拉圭跟法國啊 你是失憶症 所以我要不講 兩點是巴西跟比利時 對 10點是烏拉圭 我問你烏拉圭跟法國多難壓 那算了啦 反正10點我沒辦法壓 我跟林三吵架吵個禮拜 就是因為上禮拜買那個 我這禮拜已經 我跟林三講好了 我們只買八強 ok的 所以要開始 八強要準備來了 而且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一定壓8C 10點讓你買 一定壓8C 那是10點2點的 我們10點先讓你買 好 等一下中間就幫你買 烏拉圭跟法國 這好難壓喔 很難壓 我應該要壓烏拉圭 我覺得烏拉圭蠻強 可是烏拉圭蠻強 可是烏拉圭現在賠率突然 毒乎變高 你知道是什麼嗎 聽說雙箭頭一個不能上場 啊 我有聽說 我有聽說 好像兩個黃牌了 聽說某一個前鋒不能上場 對 兩個大將不能上場 就像是你們蹦蛙齊下 兩個大將少了一個 完了 我現在想不到哪兩個大將 我認真 我想說完的 你那個蹦蛙摔阿根提球隊啊 藝人球隊 只剩胖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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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梅西 我跟你講 好適合你 你下次可以拍一集四組的影片 我們先給你等一下 我們先給你等一下 你就是阿根提 你就是梅西 我看你台旗下那一步啊 沒有啦 沒有啦 他比較像馬拉杜納好不好 他比較像馬拉杜納啊 我跟你講 我先講 因為 反正已經壞尾了 巴西跟比利時 百分之百押巴西 輸 很會 很會 我也是想要押比利時 比利時也很強好不好 他那一盤都要演 我跟你講 你要是演 再演下去的話 他被幹 公幹的要死 他演他對不對 沒有他演了可以贏球 他就當然演啊 不是 我知道 可是輿論是這樣子 輿論就是會給裁判心情一直有壓力 那裁判就會壓力越來越重 所以之後 內瑪海被犯規的時候 裁判就不敢吹 對 然後下次真的被撞到的時候 內瑪也沒吹 然後內瑪也沒吹 而且 而且我有看過 而且我有看過巴西 的比賽真的就是一堆垃圾 就看到內瑪海又在踢 對 會嗎 比利時超強的 我看到比利時 每個多角箭頭 又可以投槌 又可以角球 而且角球 要請旁邊這位那個歐洲聯賽看完的好不好 我跟你講 董月多足球人輸越多了這一節 白鏡頭 董月多輸越多 我可以拿記錄給大家看 我目前是贏的 我是贏的 我目前 我輸了 不敢算 不要不要 我不知道 我沒有什麼玩 我是看好比利時 我是看好比利時 我輸了啦 你輸起來了 對啊 我都輸了才吵架啊 陰險全部吵架 廢話 他差點被日本弄死 我真的要殺眼了 還好 還好 下半場 我一開講都被2比0打完 超完蛋 我跟你講 我買就是比利時旺 我說 我的錢要噴了 睡覺了 裝起來發生什麼事 2比3好開心喔 你錢了 桑亭絕殺欸 真的是他最戲劇化的那一種 那一場我剛好也有看 這好爽啊 對啊 日本算是蠻可惜的 最後那一組 對啊 先被1比2 因為我想說感覺好像怪怪的 然後2比2我就想說完蛋了 沒有 先被1比0再被2比0 先被2比0 2比0被逆轉 你就可以證明他們的防守有多爛欸 沒有啦 不是啊 你亞洲球隊就是比人家矮一截 你說真的 真的 對亞洲球隊真的是除了伊朗 我真的也沒看好其他球隊 那不知道後兩球都被投槌進去 對啊投槌 有辦法嗎 我就是高你一個投 對啊 所以我跟你講他比利時他會 腳球投槌超強的 沒問題的 好 所以呢我們這個 世界盃的八強賽事 大家可以關心一下 得不過小賭儀琴好不好 大家不要花太多錢 好 首先要回來我們 我們是做公益 做公益 做公益 好 好 第一個我們要來看的是 劍魂6有這個 最新的角色宣傳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他裡 很好吃 很好吃 很可愛 很好吃 很好吃啊 他有沒有人要吃嗎 沒有沒有 沒人要吃 沒有人要吃 沒人要吃 有可能 沒人要吃 甚麼 連人要吃 這顆 一顆 連人要吃 大人要吃 都是講什麼語言啦 美國的宣傳片所以是講的 終於公佈了這個正式上市的日期了 這個10月19號 為什麼台灣要玩快打 你看那個後面的遊戲 每一個出的一個畫面比畫面好 一個角色畫的比個角色好 那台灣都不玩 都要快打 我跟你講畫面越好的遊戲通常都不會賣 畫面越差的遊戲通常都越賣 為什麼 你看天堂 有道理齁 你塞了一個他也有在玩 小朋友騎打交 有道理齁 他們越爛的話只做越賣好 什麼戰神啊 什麼《一城余生》 《潛魂迭影》 《潛龍迭影》 那個都很賣啊 畫面好的還是 就是對 怎麼講 你可以連線對戰 那種降果想 最後勝貫者也超賣的 好啦這個 因為當然新的遊戲 會不斷地在畫面上求進步 畫質的部分 不過格勒遊戲還是會回歸到它的本質 就是你這個系統到底好不好玩 耐不耐玩 像 像RP他最喜歡的EX 對不對 就是一個系統很獨特 然後又能夠保有格勒遊戲傳統的 這個系統在裡面的一款遊戲 所以即便說他小眾 即便說他畫面也許不是現在表現最好的 可是還是會有一批 很死忠的粉絲願意支持 這樣子 那當然 畫面越優美 當然可以越吸引到更多的玩家進來 不過格勒遊戲當然還是 這個一個大前提 就是入門門檻還是比其他遊戲來得高一點 這個是這幾年這個格勒遊戲的廠商一直在想辦法去 降低門檻就是這個原因 我不能老是靠外表騙人家進來 生死格鬥騙了一堆宅男進來就好 結果他把遊戲單機一玩完之後 他不跟人家連接 真的 沒有他們那個生死格鬥通常 宅男買通常就是一天大家只能玩 40分鐘到一個小時 不要亂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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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氣不好的 體育不好的 10分鐘差不多 那是玩沙灘排球啦 好不好 好啦 不過當然這些遊戲我剛剛就是舉個例而已啦 還是會有很多很認真在玩也可以比賽的項目啦 包含生死格鬥包含劍文 那越來越多的這個格鬥遊戲賽事加進來 我相信在往後不管是接下來要來的鬥魂 或者是年中有很多重要的比賽 都可以看到更多的遊戲 我相信大家可以值得期待啦 那再來我們第二個要看的是比較有趣的影片 這個算是有一段時間的影片 但是這個還蠻有趣的 我們哈囉這邊 我們節目這邊企劃 選了這一個影片來讓我們看一下 面具鼓手詮釋快打2的歌曲 這我看過 正常耶 那他前面而已 前半段 後半段比較好看 真的嗎 帥喔 風光夾兵器 我發現日本人他們在拍這種影片啊 他們就是很喜歡在裝扮上面做一些很奇怪的 因為我反正我不會露臉嘛 裸上身啊或者是帶一些很奇怪的面具 其實還蠻多就是網路上的歌手跟 就是玩樂器他們都不太喜歡露臉 因為覺得露臉會 模糊焦點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把臉遮住 我記得那一段時間 應該說很大概十幾年前 Niconico還很流行的時候 那你就會看到很多人是那種彈吉他 然後只露 對或者是只戴個口罩啊 彈鋼琴不照臉子照誰 最近很多女生也都這樣都只戴口罩 你看的是什麼片 我也不知道 那個空姐嗎對不對 這什麼奇怪的片 為什麼你們都知道 好來 那這個 因為這個是在YouTube上面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個 他好像詮釋了不少 沒有每一關都有 就是每一個關卡 每一個關卡都有 然後包括bonus stage都有 所以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搜訊 推薦 有興趣的資訊 所以RB都有聽完了 謝謝 我聽完了很好很好 打得很好 打得不錯 因為快打2的音樂還是蠻經典的 那這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底霸的部分 有嗎 對就是這個骨手資訊 他們那個相關的 有做很多那種就是 音樂遊戲的背景的 打鼓的那種 不只說只有快打 很多的日本人他們都有 所以他也算英格那一塊 所以這邊YouTube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打得那死 然後 DORUM GAME音樂 這個是很好 很有收入是不是啊 因為我看真的很多 不管是什麼 純鋼琴伴奏 或者是什麼小提琴伴奏 什麼 純鼓手伴奏 就很多 當然不只是遊戲 就是那種動漫 動漫歌 為什麼要上傳這些東西上去啊 其實跟收入沒有關係 是因為他們平時 學這樂器 他們也沒有很多地方可以發揮 那拍影片就是最 直接的一個 可是這個要很久耶 因為他們主要是他們那些歌都沒有樂譜 他們都要自己去一個一個 被一些抓音 對啊 這個是真的蠻困難的 不過也好 就是等於是把興趣跟自己的專長合在一起 然後透過一個最方便的管道 我記得前一陣子泰國有一個 我的冠軍爸爸拍的那個電影啊 就是類似的啊 他女兒也是要透過拍Youtube然後上傳 然後變成大明星那一個影片 隱藏的大明星那一部 阿尼爾哈 唱歌的那個阿我有看啊 對啊 對對對對對 那個印度的那個男演員叫什麼來的 阿什麼爾汗 阿什麼爾汗 阿米什麼阿哥 阿米爾汗 三個傻瓜的男主角 對對對 三個傻瓜 對對對 還有拍類似 蠻好看的耶你不看 好 我們看印度編 為什麼 太多了 只有三個傻瓜比較好看 喔 好所以呢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下一個資訊是 紅牛Red Bull最近公佈了一位 呃這個大家之前應該有聽過 就是一位盲眼快辣玩家的故事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我用聽的我知道 這個很扯 可是我用聽的我都不曉得怎麼答 聽音變回 沒辦法聽左右邊阿 五代好像可以 不行 不行嗎 他只能靠結招 去判斷他是不是在哪邊 他說他是專業職業的喔 他想成為職業 當我六歲的時候我瘋了 我的最大的恐懼是 我已經不能再玩玩遊戲 但後來我發現 我能玩Street Fighter 2 我能聽到遊戲的發生 我能夠反應 對 我記得要玩玩 所以每個動作 每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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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角色都會有不同的聲音 每個動作 每個動作 你必須知道如何反應 從那時候開始 我的新遊戲經驗 這年我開始了 我的經牌 我想要玩舞台舞台 那是很瘋狂 我幾乎我的眼睛 我幾乎在我的眼睛 因為它是很瘋狂 要告訴大家 即使你能夠參與 即使你能夠參與 真正的世界 如果你想 玩 所以我希望在未來 能夠聯繫 跟遊戲開放 看看我們可以 使用更多遊戲 使用更多遊戲 使用更多人 而另一方 我希望能夠進行 我希望能夠進行 遇到 玩遊戲 像我做 我希望能夠進行 我希望能夠進行 我可以進行 其他人 可以進行 做到 或者做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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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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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雖然很可惜 他沒有中文字幕 不過 沒關係 不用怕 我覺得很可惜 我們有國貿系的 他可以幫我 他英文很好 我可以英文很好 他可以幫我翻譯剛剛上面那一段 好請說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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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應該學那個去玩那種比較可以聽聲音的 直接去玩音樂不就好了嗎 聽音樂 因為他很喜歡 我真的覺得興趣的問題 可能剛好有興趣 我記得我有那麼一次是剛好有一次國際賽轉播是有轉播到他的比賽 那一次我是真的 他一定沒打包 當然結果是輸掉 但是他打出來的內容也好 或者是我在播報的過程也好 我感受到他對這個遊戲的熱情 我覺得應該要辦一個邀請賽 邀請他跟那個我上次去EVO看到那個用舌頭 那你就乾脆辦一個伸脹杯就好啦 那只有兩個參加 我跟你講你也可以去 沒有他 我之前 因為他剛剛是眼睛看不到而已嘛 你知道之前那個打樓的有一個 他是用 他用嘴巴 咬那個觸控筆 然後觸控筆喔 他用嘴巴咬觸控筆 然後控制那個東西 然後用下巴去 按那個技能 對他嘴巴他這樣玩 太神啦 你看 他手是完全就沒辦法的 腳也 他四隻都沒有 他就這樣玩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遊戲真的滿有愛的 對啊 不過成績上可能就是有時候沒辦法就是 今天先天的限制太多了 我就不信 因為他看不到 你說丟波什麼 還可以聽那個聲音嗎 音效嗎 跳起來他怎麼知道 你說對方跳起來嗎 其實你左右邊就已經很難去判斷了 可以啊 用氣功去判斷啊 但問題是他如果跳的時候 你內順功在你隔離 對啊 對方一跳完 也許有可能是換邊或在你前面 那一瞬間這個真的會比較麻煩 對啊 不過我是覺得這些玩家的這個 不管是他的意志也好 還是他表現出來這個對遊戲的熱情 我覺得都是相當值得大家尊敬的 所以 今年EVO 也許可以看到剛剛金融東提到的那位選手 他每年都會參賽 就用嘴巴碗的 而且他玩春麗也滿厲害的 那我們當然是如果有機會看到這些玩家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給他們多一點掌聲 好不好 那再來 我們要來看一下 那既然都提到EVO了好不好 這個EVO其實推特他 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公佈目前報名的人數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排名的部分 這應該是最後一次公佈了 因為在 在接下來就是會直接公佈說 哪一個項目有多少人了 這個只是排名而已 好這個是Final Little Ball的update July 也就是7月的最後一次公佈 第一名是目前的七紅珠 Fighters 第二名是跨打旋風 第三名是鐵拳漆 第四名是Super Smash Bros. Melee 也就是GameCube版本的任天堂明星大亂鬥 那第五個是 這個是算是比較異軍突襲了 這個在遊戲發售之前 報名人數才排在第八 這個一瞬間爬升到第五名的 Blade Blue CrossTech Battle 這個是倉意默示錄 這個叫什麼 中文名稱有點難翻 沒關係 那第六名則是 Super Smash Bros. Wii U版本 Wii U版的任天堂明星大亂鬥 第七名是聖騎士之戰 第八名則是 Injustice 2 以上這個是目前八個主要項目的 報名人數的排名 所以照這個勢頭看來 七紅珠應該第一 今年是穩居第一 是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 就是台灣有沒有要去當炮灰 有啊有啊 上一次有來上我們節目的啊 其實我最近 我有看他跟你播那個就是 我真的最近真的想玩七紅珠 為什麼 因為你們剛剛看台灣 就是你在玩七紅珠啊 然後跟 反正你 基本上我七紅珠是看你在玩的 我看完你的七紅珠之後 跟看完昨天 因為那天我為什麼會想玩七紅珠 我有看 我有看 對 你在冷快打比賽的時候 我在冷快打比賽的時候 走那麼久 然後看七紅珠 我的偶像在打七紅珠 難怪的快要打不好 然後看Cuznogo 跟Google在對戰的時候 我終於知道 七紅珠是這樣玩的 這才是對的 我怎麼看你玩電動 是要整我的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好奇怪 他們一直要選一個 因為我沒玩七紅珠 七紅珠不是有個黑色頭髮 然後那到底是哪一隻 黑悟空嗎 巴達克 沒有吧 你說誰選的 他們都有選啊 那個Cuznogo跟Google都有選啊 都選的是悟飯吧 小悟飯嗎 黑色頭 沒有欸他們三個角色 他們兩個人的角色沒重複 都選的應該是貝吉塔吧 貝吉塔 他們兩個人角色沒重複 Google選的是巴達克 巴達克 巴達克賽魯 巴達克 就悟空他老邊啊 我喜歡的是那個 他就靠賽魯一個人在打 我說這賽魯怎麼那麼強啊 我跟你講 他用的賽魯是大家都公認的強角 超級強的 我跟你講 那個誰 那個 我的偶像用的這個才厲害 他用的是那個 悟飯 悟飯其實也是強角 然後配上那個廢物 飲茶嗎 因為我那時候問他們都做過 我說這是廢物啊 喝茶囉 超厲害 因為他飲茶根本沒有叫出來用 他除非是兩隻都死了 飲茶就出來 他飲茶就拿來當圓柱 還有悟飯打一打之後 就是可能會是錯的 腹的東西 然後叫飲茶出來 因為兩個都穿道服 誰也不知道誰是誰 他故意顏色選很像有沒有 他顏色選一樣 然後不是 我記得那招是悟飯會擺裂角 悟飯會擺裂角 然後突然飲茶就出來了 然後因為也會碰 那是正的 然後悟飯就開始上下折 或前後者 我覺得哇好厲害喔 對 就是打套路的啦 那我們之後會稍微提一下 CEO的東西 這個是我們EVO的這個 報名的人士也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後面還有很多 再來就是日本的白金賽呢 今年又回歸到了這個TGS來舉辦 也就是由這個東京電玩展 在9月的時候一起舉辦的白金賽 資訊公佈了我們來看一下圖跟字卡的部分 你不是回去 好爽 他們那獎金我看到我真的好爽 你不是要去嗎 你不是要去嗎 五百萬 九月二十二有 一千萬日幣等於兩百多萬台幣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我先講 在九月二十二到二十三 有人贊助我就去 日本日幣 厲害 第一名五百萬日幣 一定有人贊助 我跟你講 台灣人家公司很看好你的快打實力 哪家公司 那個女 總裁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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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給他走 沒有沒有沒有 重點是你們要注意喔 他們那個報名人數是有限制256的 所以你要抽籤 沒有我覺得他那個 超白癡的 超划算 這更要去 因為256人 高手沒抽到我們就贏了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你先講 我看到的資訊是 他是寫說 國外的要抽籤 是嗎 我看到資訊是 他寫 因為國外有些報名人 所以國外的要抽籤 國內的不用 他把那些人怎麼打 他要抽籤喔 沒有應該都是要抽 我記得上次這種的好像都有抽籤 日本人也沒抽到 是嗎 他應該還是會留名額邀請的吧 他有留名額 但是日本人還是沒抽到 因為我覺得去年不知道誰 還是前年 也有一模一樣 日本這個 他沒抽到 日本人就沒得打 對有日本人沒抽到 對有日本人沒抽到 你這樣子不公平 你誰要花錢去日本 然後還要去不能比的 沒有 這個超值 256人 結果美元沒抽到 TOKITO沒抽到 然後你抽到 美月沒抽到 什麼Casnoko 討厭的你都沒抽到 空差沒抽到 TOKITO給你第一場 你幹他 我還是輸啊 好鬼你還輸 好鬼很強 你不是說Burdy好打 是蠻好打的 全世界都知道Burdy好打 那個BB洋洋 他要換去玩好鬼了 蛤 可是他CEO比賽的時候 他還是用Burdy 是嗎 對 小巷就輸他Burdy 我看他最近 應該只是玩一下 我覺得不太會 比賽不太會壞 他最近都在練好鬼 感覺就是 你不是最近也在練Cody嗎 帥 帥 帥 好 這個日本的白金賽 其實他有公佈一些資訊 他的 跟一般的白金賽比較不一樣 不過 他有一個證照的部分 也就是日本的這個電競協會 JSU的頒發的證照 會在前8名 前8名就會 如果你在這個白金賽拿到前8 他會直接給你一個職業選手證照 並且給你獎金 因為 現在日本的電競比賽的制度是這樣子 就是 你必須要是 電競協會承認的職業選手 你有職業選手證照 你才可以 參加由這個協會所舉辦的比賽 並且 才能領獎金這樣子 但是國外選手不在此先 就是 這個是針對日本境內 因為他要 去 原本是要去規避 景品法這個東西 那 再加上 他們希望這個職業選手的證照 到最後每一個 就是每一個職業選手都要有這樣子 我懂嘛 就跟台灣去 考那個 街頭藝人是一樣的 類似的這種 太多人考了是不是 有沒有很多人考 我不知道 另外在這次的資訊公布之後 我想問一下 日本的職業 如果是快達的職業選手 執照要怎麼考 要拿什麼作為標準 詳細沒有講 也不是沒有講 看你有沒有拿到前幾名 一定的 對 都是看戰績 目前為止都是看戰績 至於有一個什麼樣的標準 我記得 網路上面有人有翻譯的資料 但是我還沒有仔細去看 不過在此同時 將Takeuchi跟StoGoogle 也已經被這個協會 授予職業證照 應該是因為前一陣子 曾經有拿到的關係 所以 目前為止已經有很多的 日本職業選手 都已經拿到這張證照了 所以 之後會怎麼樣發展 大家可以再關注一下 好 接下來是緊張的時刻了 各位 我們明登榜 最後一個禮拜 上一次是最後一次 沒有啦 我有看啦 那不用明登榜 你已經算好了 我有看啊 結果問是 我反正一定是贏的 不是 那冠軍那個 我就想猜他會冠軍 誰 Fuji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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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冠軍 你說冠軍 這角色超白癡的 這角色 這角色超白癡的 你知道整個遊戲裡面 只有兩個人選一吹 那兩個人都打到八強 其實不是角色強 那兩個人真的很強 Fujimura跟賢啊 是那兩個人真的很強 只有那兩個人在用耶 好 我們來看一下明登的吧 用了也輸啊 看一下字卡 結算 好這個 上週餘額 我兩千二 耶最贏 然後這個 夜子三千 欸你沒有輸欸 對啊因為我 因為我少一千去 對啊 我一千壓小巷進八強 不對不對不對 不對喔 張家翔那個兩千四十六 我記得他他還沒還我 沒有啊 那個六百有扣掉了 那我還是墊底啊 墊底是兩千二 你瞎子喔 你壓十六王沒進八強啊 對啊 啊 Ruby你壓什麼 我壓小巷進八強啊 難怪輸啊 難怪輸啊 你壓小巷有進八強 對啊 然後壓一千 所以我就跟統神就差兩百 YES 老實在 你知道你壓這個賭注 沒有我跟你講 下次開賭牌 就跟賣冰島冠軍沒有什麼賭 冰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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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家這樣找回 其實我們今天三週年 有特別要求來賓 不錯不錯不錯 哈哈哈哈哈哈 不只會彈歸魚啊 冰島冰島冰島 好所以呢 這個 最後一名就是我啦 這個是我們第一次的明燈榜結算 所以我要接受懲罰 不過呢 懲罰道具聽說 還在準備中 對所以要 要稍微等一下 要稍微等一下 聽說是大公的 很大公的 這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裸體噴水柱 那個是 那個是AV成人展要弄的東西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是有看比賽 可是我沒看到淡水輸誰 淡水到底輸誰 我們後面會講 不要問 幹嘛這樣子啦 他哭了三天三夜 沒有誇張啦 他是很難過 他是真的很難過 正常人都會難過 對啊 因為他沒有達到他想要 理想達到的戰績這樣子 好 我們來馬上接著 CEO戰後報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官方 TOP5影片 都看過了 我還沒看 這個是新日本職業摔角選手 肯定我沒趕 講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把James的耳麥搶走 然後James被嚇走了 另外一位座如征戰 管那個人到底是誰啊 那個就是新日本職業摔角選手 就演Cody的那一感 你們是這個玩家出場多了 他謙韻真的也很好吧 我喜歡Peter 你真的很喜歡那凹王 你看他到目頭 我真的看到這種的 我真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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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韓國人都喜歡做怪的 我真的在那裡 我真的在那裡 好不安靜的風格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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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在那裡 誰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在那裡 這是CEO的傳統 八強進場 通常都會秀一下 很簡單 好 我們電競周杰倫 拿高度 拿高度 真的是很符合他 丟美金啊 假的吧 他那個丟真的吧 打倒 哪一隻啊 他怎麼可能丟假 他丟真的吧 我覺得丟真的 丟一塊 美金有一塊的啊 你可以丟一塊就好啦 丟一塊沒多少錢 我也是台幣30塊 這是ProblemX對上來G1 喔 那是 gonna hurt 戴全體 一般人都覺得 這在CA要是我的為戴 因為戴的 就後面只會戴啊 戴的就折一次 沒有我一定戴啊 戴就折一次 沒有戴就折一次就死了 所以那個就5050啊 再一次折 你剛如果沒有戴也沒有辦法5050 你聽懂嗎 一定戴的啊 戴的就5050 戴的就5050 喔 喔 Pokito的 我沒看到啊 Pokito輸成啊 屬於一個莫名其妙的 逃鬼 陰尊 陰尊啊 比利斯陰尊 你現在燒 你現在燒了 你現在燒了 真的啊 你自己看 陰尊那是比利斯啦 這個完全就是陰尊的 四竹賽的結果 對 他比利斯打贏日本 有沒有 上次都比利斯打贏日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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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都比利斯啦 所以就知道啦 這個很肥 好 小孩最上 Fujimura 他們兩個 他那個血人 他那個血人真的很厲害 你說這個嗎 你就要自己白癡 從來打高底就贏了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打高底就贏了 打高跳結果就死 打高底給他摔就好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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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打完以後 這邊也是那個主播有在討論 為什麼 就是他為什麼要往後跳啊 給他摔就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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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摔三四時間都來不及 一次 兩次 反射耶 不及了 怪他 你看小孩 按暫停 按暫停 不是那邊 放哪邊 你看一下小孩的鼻子是真的假的 你真的很過分 聽說現場的人真的問他 問葉子 你覺得他鼻子真的還假的 看起來假假的 原本就長這樣嗎 可是不知道 哪有有一陣子沒出來啊 拜託他那個 這個叫什麼三根是不是 那三根拜託跟更如一樣 兩片 我想說 我垂成出場 這下半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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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秀的一個弦秀 這個角度 身高一百八男的 穿成這樣 我後來聽說好像是模仿美國當地的帥腳選手的出場 我想說他的褲子是不是跟石油王戒 好短 多晚都變那麼多 我也是 對啊 冠軍獎金拿那麼多對不對 好 這個是CEO的官方Top5 那CEO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Size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花絮非常多 然後今年從原本的這個 一直以來就是他們用摔角的一台來辦做決賽的場地 然後選手入場的時候會有一些很漂亮很好玩的哏 可是亞洲選手感覺都比較內向一點 可是我不知道Mike有沒有準備好了那個銀茶的 對 那個自爆那個 對啊 可以幫我找一下七龍珠 七龍珠的入場就 Kazunoko就做得蠻好玩的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看人吧 其實亞洲選手 大家目前看到可能日本選手都比較含蓄 可是其實也沒有 如果我現在是A他走的時候我不相信他會這樣乖乖做 要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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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這個就是 當然美國玩家可能普遍他們都會比較愛鬧 像有一年我記得是那個 那個美國的那個凱爾就是黑人Demending 對 然後他要打榜獎 然後榜獎現在就定位了 然後Demending要進來的時候整個會場變黑了 整個會場燈都關掉了 然後燈一打開的時候Demending已經在場上了這樣子 怎樣 就是因為他是黑人啊 大家都看不到啊 開自己膚色玩笑 我原來是Undertaker啊 有類似那種感覺 上中敲起來這樣子 這個然後CEO今年也真的就是請到了 新日本這個整個聯盟都跑去這個美國打了 包含那個獸神萊卡還有這個 剛剛看到的Kenny Omega 他們都有打比賽 這個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重播的部分 石油王這一次獲得第13名 小巷獲得第25名 然後淡水比較可惜的是 沒有辦法出破獲得129名 剛剛提到淡水的部分 他就是除了這一次這個搭飛機真的是時運不計啊 聽說那個因為那個是整個日本的氣候都不好 Momochi是在比賽開始的前一刻 那個才被ECOFOX的人接到會場 就是比賽要開始的前幾分鐘才到會場這樣子 所以也包含就是說 不只只有淡水一個人受到影響這樣子 所以算是運氣真的不太好 那當然這個回來也是相當難過 不過我相信淡水在調整整個一段時間 他本來不用坐那一半飛機的 他是再買一次飛 對啊 再買一次多花一次錢 對啊可是沒辦法 就是那個時候為了要去想辦法 在那個時間點點到這樣子 那小巷我記得勝負是輸給崩獎的卡林 然後敗部輸給這個比比昂 比比昂還沒看到啊 因為是在敗部 那我知道崩獎的卡林 目前為止沒輸過簽名 這點我們覺得超強 他打贏小巷就輸了 就輸簽名了 他打贏小巷的簽名 就輸給門戶倫名了 對 後來後面就沒看 打Velonne那場有上直播嗎 有啊 有嗎 他勝負一定上直播的啊 對 所以這個 那個應該是說 那個崩獎這邊打小巷設立 一直都比較偏高一點 這是目前的感覺 對 感覺不是事實嗎 冰島打 冰島打德國最後面能贏嗎 那冰島落不落 蠻強的 蠻強的 好 那石油王這一次其實 前面都還不錯 不過這個一出破 又就是遇到這個最麻煩的對手 infotration 你有看 他跟infotration打嗎 對不對 我有看啊 因為就石油王他自己講是說 他覺得沒有打好 那你覺得咧 我不想講 你 私底下跟他聊就好了 我不想講 我有跟他聊啊 沒什麼好講的 就下次再打嘛 下次再加油這樣子 因為 就是當你打比賽到了一個階段 你到後面一定會遇到這些人 對 不管找還是玩 可是 從這一次的 96強的比賽 我們就開始做中文傳播 我就發現說 我把96強的賽程一字排開 我就會覺得 這個大概跟今年的EVO會是差不多一樣 可是我覺得也不一樣 因為我有跟他聊 他 怎麼講 嗯 我記得那個 那個 那個 infotration是被Ukardon打死 對不對 是被Ukardon打死 可是如果今天 你說籤表換下 順序對調的話 石油王先遇到Ukardon 勝率絕對不會這麼差 絕對是可以打的 對 因為 這個角色有練習對象 雖然可能強度不一樣 但問題是 基本對策是會存在的 但可能立回點的立足不一定對 但問題是 裡面的對策 比如說跟Kakami 很多的對策 會做得比較準 所以會有練習的東西 那當然 台灣真的沒有距離可以練 對 這個是一個 他真的是完全沒有對策 第一個是完全沒有對策 第二個是 你事前的準備不夠 你在真的面對到的時候 你的心裡沒有辦法一個一個 五代有資質量跟對策的這種東西 這個已經沒有了 然後剩下的 那個原本我說過的 這個五代三年五 我覺得啦 50%的立回 然後 30%的那個 20%的知識量 30%的 30%的知識量 20%的運氣 那你這30%的知識量 已經沒有 已經不太有了 然後50%立回 講白了就是全輸 所以基本上是博弈不可能會贏 他自己也知道 就是輸 沒得打 完全打不贏 那RB的看法咧 你會覺得說如果 我看石油王這樣打贏過崔璇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給他 其實那樣我有看 立回完全輸了 立回的部分 那個已經跟感應台沒有差了 因為感應台可能是 他解出來你就解 他虛密你就不理他 在一些折的點頭 你5050都猜對 但是完全沒有 那個就是卡在就是 進去的機會都很少了 你在進去前你的血已經噴光了 就你光要用血量去換那個距離 你就換不到 你就是一直被他真的 就是一直被他拉著 一直被他拉著在油體外面拔 U1真的只要會打的 就是真的是 格鬥一打九的玩家 那一場看完結論就是這樣 沒什麼好講 就是 我所有人50%立回是完全 是完全 連10%都沒有 就是完全輸掉了 那你30%的資量也不多 那你20%運氣進去的機會 就不多了 那20%的機會是不給你 連運氣都沒有辦法去拚 連拚運氣的機會都沒有 會有存在這個 不過小王在掉敗部之後 也是一路拚上來 他有講 因為他說要輸了很難過 但是還是要想辦法打 對 那他跟我講的是 他說叫他去日本 找日本的距離玩家練習 叫我問我要不要去 我說好 如果大阪我就陪你去 為什麼一定要指名大阪 我沒去過啊 你想要挖動給我跳 我沒去過啊 你跟我說很好玩 大阪 對啊 吃的還蠻好吃 環球影城很好玩 然後吃完 天天都有棒棒糖 什麼棒棒糖 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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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哪有啊 你不要等一下 快要回去貴上來 吃飽班都有棒棒糖 你有未盡 然後如果我說要去東京 我說那我等一下就自己去 好啦 這個 雖然最後是第13名做收 這個 打到最後輸給NACOTO那一場 其實也是差一點點 打到NACOTO那場 有上直播嗎 我沒看到 海塔林他有做那個先帝轉播 剛好有播到 這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好 那 所以我們這一次CEO的台灣玩家 戰績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 RB這邊有準備一個資料 要跟大家來分享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紫卡的部分 這個是CEO這一次的 這是1 96強嗎 64強 64 OK 你看到D0多過分 哇 6分之1耶 這個我一定要替 算你給他來講 好我們NACOTO是5隻 他比給我4隻 我現在講有聲音嘛對不對 我一定要講 欸 10隻我都可以認同 因為我也覺得KEMI基本上 沒有無用之疑 我不會說他不是強的 他真的是強腳 對 但為什麼這麼多人用 他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關鍵點是 他容易上手 他其實關鍵點是 他容易上手 又強 他是簡單強的角色 他並不是說 就只是強 所以大家用他 對啊可以理解 他一個最大的關鍵是 他又強又好用 其實NACOTO也很強啊 給你看我們那條幾隻 5隻也很多 5隻也很多啊 我記得那一個方有贏過一個人 是贏1美元嗎 還是誰 我忘了那個方很強 他是贏1美元 你說的應該是D0多米尼加的吧 Mono 對就那個方 他有贏1美元 他有贏加Sing Wong 他贏加Sing Wong 他贏加Sing Wong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他很厲害 D0多米尼加的方 算他還不錯 瓜號是什麼意思 瓜號就是副腳 副腳 有副腳 不是之前一直的 跟NACOTO有這麼少嗎 沒有沒有 有點意外 其實可以再加2 因為兩個都死了 那個是美國的Yulian 兩個日本人都死了 兩個 NAMO也掛 NAMO65 Dogura90幾 對 Dogura蠻早的 我不知道NAMO也那麼早 這個是 NAMO早死不意外 要嘛就很早死 要嘛就很大很後面 主要是這個 看來就是我覺得很誇張 因為 我特別去翻了一下 今年上一個版本 3.0版 阿比基尼作弊那個版本 我看一下那個 那時候第一場白競賽 叫做 Final Round 20 我看一下64強 阿比基尼只有7隻 這個籤名就要有10隻 你們要說阿比基尼多智障嗎 現在籤名來很誇張 不能這樣講 阿比基尼比較沒那麼好 阿比基尼很難吧 下輕手 其實也不難 大家籤名是最好上手的 那籤名是老角色 就籤名我一定要替他講話 籤名真的就強 對啊 這也不算講好話 講爛話 就是 搶 但是又好上手 白癡 但是要用KEMI這個角色 打到64強 你其實 要對這個角色要很 不用 應該說角色對策 我是覺得角色對策 你比較做 也不用阿 你就進去 沒有啦 我覺得 立援還是要很好阿 我覺得立援要好一點 立援不用 不用玩了 沒有 我就說 你基本上你選個籤名 這角色立援就很強阿 他本身立援就很強 這是無用之以的 可是打的角色還是有差吧 其實他 他其實唯一的缺點 被拿掉一半 是我覺得很白色的地方 因為我其實S2就開始玩了 那S5 他其實我覺得籤名最大的勾兵數 他寫最少嘛 他900寫 但其實很多女角色900寫 大概有一個很大的勾兵 他900暈 其實S2的時候 在900暈的時候 被很多人 就是Repeat了 就是打一次reset 我就暈了 我那一次暈就算了 還是那種 就死了 是那種會沒有什麼補正的 就是我接下來會被打很痛的那種暈 所以我900暈是很可怕的 但這白痴3.500是 他改900 他把那個暈值改900 我沒這麼好暈 這一點是欠密我覺得 這差一次差很多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沒什麼 其實我那時候要改的時候 我覺得太白痴了 因為 我常常在那很關鍵的時候 我知道我猜錯 我就要死了 可是在3.500 你有很多那種就是 蛤梅角色就是 鏡子被改掉了 炸彈也被改掉了 這種東西都已經很少了 然後我暈值有950 你知道我基本上就不太會暈 我不太會暈之後 我就不會死了 我不會死那壓力 我如果氣又滿的 我帶CA你會死 所以欠密沒有特別怕的角色 有啊還是有 還是有 我覺得開爾不好打 開爾還是不好打 打RBG有可能也稍微難一點 上一版是 上一版 所有的胖子角色都不好打 大型角色都不好打 但是因為這版我真的覺得太強了 那些胖子我不會覺得到難打 我自己會覺得再怎麼樣都誤過 RBG還是難打 他那個當身超強的 你還沒暴斃之前 我基本上可以把你的鞋打一大半走 你之後暴斃之後可以把我打死 有嗎 我覺得這版真的是有點逼近五五 可能RBG還是唯有力 但是基本上你硬要講是差不到哪裡去的 你的力會平常什麼 你重拳也不會亂出 你重拳我看到揮空我直接轉捲 所以你再沒有暴斃 因為他之前上一版我真的覺得 沒有那個超級RBG的那個時期的上一版 那我都覺得很難打 因為是因為 你不管怎麼樣 你一次就可以把我帶走 可是這一次 這個改版我覺得 就大家夠硬是 第一我沒那麼好運 你抱VJ可以把我帶走 你沒抱抱VJ我可以把你打死 我覺得有差 我是覺得說 這一次八強裡面 這個特別亮眼的 當然就是小孩的表現 你看他有一陣子沒有來參加 亮眼什麼 他就靠直覺到外面 他從頭到尾都要靠反應了 他從頭到尾都要靠反應了 這亮眼的是第三名那個吧 Finnan嗎 Finnan阿 Finnan又不爛Finnan蠻強的 Finnan我覺得他強阿 他那個青森龍用到 我都想說 怎麼會這個才能用青森龍 他就打哪個青森龍上去了 沒有阿Finnan我覺得最出名就是指令頭 這一次又把美援刷上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那個指令頭都是有想法的 他不是亂抓 他是不是盲抓啦 他這次遇到美援又一直抓 但是美援學乖 再抓到第二次美援就直接拗 他也不跟你拆 他也不想跳 他也不想幫 他就直接用拗的 可能如果你自己看那個比賽 我自己研究看了太多次 只要是Finnan打 他真的是有壞習慣 他跳過去 你只要看到他是 站輕手 他下一個肯定指令頭 連你都看出來阿 不是那個太誇張了 他平常像一些 拿給你倒地 別人倒地拿給你去折 人家是一個傾角 在站宗教嘛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不會做指令頭 他偏偏Finnan 你看他很明顯 他只要這樣子 摸一下就是 摸一下下一次 就指令頭 太多次了 而且不是只有三個比賽 他之前的比賽每次都 就指令頭 可是我發現他是很喜歡 打一打的時候 就跟別人力回摸一摸的時候 就換青森龍 然後他很喜歡就是 用那個青森龍解場 你說對空 你說要防守防禦的時候吧 不是對空 你說別被被壓的時候嘛 對 因為他解摔阿 青森龍對摔無敵阿 也太拚了吧 其實我看你如果出招 我看還好 沒有什麼青森龍 反而是他在立圍的中間 他會佈一些距離陷阱 一直去做一個大踩腳 他騎指令很好耶 嗯 沒有我要講的是 古代的大踩腳 其實他有一些 他可以閃避一些攻擊 因為他會後縮嘛 對 Finnan把這個帶入實戰中 而且他知道什麼情況 什麼時間點去出 他甚至有時候直接起身看 對對對 我覺得Finnan把立圍蠻好的 只是 雖然他這個蠻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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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他騎立圍蠻好的 我跟你講3.5版立圍蠻好的 打不到後面 真的 立圍蠻好的打不到後面 好 所以呢我們這一次CEO的賽事 結束之後呢 這個卡普空積分榜 又是一片大震動了 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的排名的部分 來看影片 那個Fujimura 超高分的 這個Fujimura也是來到了 1600 他真的超誇張的 我真的覺得他跟一吹 根本合體了你知道嗎 人機 我玩到那個根本就是 出神入化了 Info第二 那TOKIDO第三 TOKIDO這一次比較可惜了 那再來就是NL NL也蠻早就掉了 這一次的CEO 那再來就是Nuncle2 這一次有進8強 Valonen也是8強 再來是賢也是8強 梅元大無 這一次我記得 大概32強到16強中間 加上Justin Wong 早早 好像很早就結束了 那石油王這一次 名次稍微下修一點點 490分 那石油王呢 這個禮拜也會參加印尼的比賽 大家記得幫他加油了 他算回老家 他也沒有什麼難的 為什麼是好家 他幫他逸林華僑 OK 好 再來是Sarco 這個分數大進補 這一次進到8強 開心 這一次角色跟他跟著剪 就是對 好OK 那再來 那個是誰啊 Caba Caba 那Finnon這一次也算是分數的進補 來到前面 把FUTO擠下去了 那ProvenX有風降 然後這個 冰島在哪裡 Nemo 你說冰島嗎 冰島要看一下 我們後面有補充 呃 靠腰 我又被你影響 幹 好小象目前取得161分 排行第26名 我真的有發現 下次小象開台有沒有人家 叫到冰島 我根本就死在裡了 根本就死在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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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剛剛那個Birdy是ManaRD嗎 剛剛有個 又要講那個Birdy 那個是 應該有 Birdy也做他的 應該只有他有那個 他也快放棄Birdy了 他打那個就是 他打那個CEO 中間就選好鬼啊 聽說他有練好鬼 對啊 CEO打壓住 我也覺得很詭異 他怎麼玩個好鬼 他剛好 跟那個BP樣的選擇一樣 他玩得很好 有嗎 不錯不錯不錯 不錯 還有一個樣子 那個連段各種連欸 我都為什麼連在連的那麼好 還有一個連 還是其實好鬼連段也很簡單 我跟他各種 我不覺得好鬼連段難啊 五代有什麼 我覺得五代連段沒有到特別難 有啦 很少 那個 M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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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onel canceled M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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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挪威勒 來 補充一下CEO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其實龍珠因為這一次是他們第一次的官方巡迴賽 職業賽的第一場 由官方承認的 那冠軍除了這個CEO的腰帶 我們剛剛有看到之外 這個龍珠這一次的官方賽是獲勝的選手 可以獲得一顆一星球 可以獲得一星球 有什麼用 收集的龍 你收集到這一顆龍珠之後 你就確定 開給他不公許願 收集收 你要收集 不要再啦 不要再講了 你要收集七顆 然後呢 可以給我冠軍 如果你真的收到七顆 也就是說七場大戰你都拿冠軍的話 那個總決賽變成你的挑戰賽 所有人都來挑戰你 但是打強級我忘記了 這個規則我沒有看很細 但是通常不太可能 每場比賽有每一場比賽的冠軍 怎麼可能拿七個冠軍 然後 勾一起就有可能 他第一場就輸了 第一場就沒贏了 對啊 然後 那如果是沒有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有一顆龍珠的情況下 那年底的決賽就是這幾個來打決賽 把龍珠湊到一個會場 對對對 看要贏了之後 就是我把輸的那個人的龍珠拿走 這樣不錯耶 最後最後的冠軍就是可以召喚神龍 對不對 這種感覺 真的是武鬥大會 對 真的是武鬥大會 我回憶完充足 好 那 龍珠這邊有一點點花絮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Kazinoko的部分 看到我玩我就覺得 哦我會玩的 我知道要怎麼玩 這是Kazinoko的對手 田青飯 這餃子怎麼胖啊 那是另外一位選手Temo 胖角子 What happened Ciaozu Oh Ciao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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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瑋 超配合 BANG Ciao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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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我們下拍 就誰好啦 誰好了 這個是八強進場的時候 他的Kazinoko對手是美國的 APAZIA MAN 然後聽說就是在開賽之前 APAZIA MAN就在推特上面說 我找Kazinoko 我們要來表演個東西之類的 然後Kazinoko配合也答應了 所以 Say了這一次的表演 這樣子 很諷刺的是呢 接下來 這一位倒在地上的飲茶 最後就把APAZIA MAN 2比0 所以飲茶的勝利好不好 最後Kazinoko也是從敗部一路爬到 這個總冠軍賽跟勾一起對決 由Kazinoko這邊敗部復活去的冠軍 算是非常厲害 因為他的組合不算是現在的META組合 他的選角分別是小蒲屋 青年午飯還有這個飲茶 還有飲茶 這一度在明星賽前後的時候 他有說他有考慮要把飲茶換掉 不過看起來是有開發出新的東西出來 在這次的比賽表現非常好 所以Kazinoko是這次的比賽冠軍 那Kazinoko很可惜的只拿下第二名 可以在頒獎的時候大家仔細看 其實Kazinoko感覺是很難過的 他一定很難過啊 我看他已經就把那個角色什麼名字 叫黑頭髮那一隻換掉了 巴達克 巴達克完全沒有用一出來就死 因為你知道他用巴達克之前 原本是用青年午飯的 巴達克是現在這個META 算是比較OP的角色這樣 是嗎 你知道Kazinoko是什麼樣的人嗎 我本來想說那個賽盧打超猛的 那賽盧更5T耶 他玩任何遊戲都直接玩牆角 對對對 他玩弱角 你知道你有玩S1的快達嗎 前三名的牆角 他就是其中一隻 他玩純粒 對對對 哪一個牆要就換哪一個 這META的牆要換META 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他都玩最強的 對 好 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續關注我們這一次 在下禮拜會進行的這個VS Fighting 也一樣有吃雄豬的比賽 不過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 大家要來幫印尼的Ranking來看一下 週末的印尼亞加達有一場Ranking 我們石油王跟小巷都已經坐飛機出發了 一場Ranking還有喔 石油王冠軍啦 對不對 我贏啦 你把冰島放哪裡 今天明燈榜有安排嗎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心一季的明燈榜還沒有 還沒有開始 對今天還沒得壓 不過這個沒什麼好 也不是說沒什麼好壓 就是因為這一次印尼的Ranking 快打的項目總共是4個Pull 一個Pull 12個人 所以這一次快打項目總共48個人 差不多啦 對人很少 可是有名的選手很多 我們看一下字卡有哪些人 來看一下 你要看A組有誰 鹹 新加坡 日本 出來你就是馬來西亞凱爾 塞薩克的日本 香港 Puketa的日本 中國香港 你很過分 中國香港沒錯啊 將定 然後B組的部分有小巷 小巷 冰島 日本 南韓 南韓 中國香港 Fudo日本 謝士 中國香港 這次香港也去不少人 西組的部分 有Saco 原文棒 關西 關西 Gunfight Gunfight的小孩 小孩也去 尖沙嘴求波神 波神 波神 Buk是菲律賓的那個Buk 應該是菲律賓 我有忘記了 不好意思 我有錯情糾正 石油王在第一組 他跟Stoompobo Kitsibamu 還有Denis 這邊有個什麼Kitsibamu 那是什麼 玩老商的啊 很年輕玩老商的那個 Denis也是香港的那一位 很年輕的將軍 他這組應該比較注意就是Kubo吧 其他我覺得都不會太到 其實使用的那一組 不會他打Kubo應該沒問題 但我比較好覺是Kubo會不會輸給 那個Mont 或是會輸給Denis 不會 Kubo不會 應該不太會 理論上是Kubo會出來 他這組算是比較友善一點的 第一組算是跟其他地獄組別提起來 連其他組看起來都好難打 就是你要出破可能至少要贏 我不知道 我知道冰島應該要 應該怎樣 會很辛苦 冰島那個組你看一下有誰好不好 都蠻強的 Foodo 我跟你說兩個人 我印象好像那兩個出了 Foodo跟Katikun Katikun 我跟你打賭 可是Katikun最近狀況不太好 我覺得Pongo有機會啊 熱狗也有機會啊 其實都蠻有機會的 你要看Pongo玩誰啊 Pongo看對方角色啊 他那一組就是123456這六個 還有其他加起來總共12個 加起來總共12個 對 我們算他第幾場 能贏幾場 沒有今天沒有名的網 你們私底下外賞 沒有名都不用猜啊 那算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提到就是日本明星賽 其實在前幾天也有進行這個 第二輪的第一場 我們來看一下各隊分數統計的部分 這個Fujimura還是跟這個Digo目前是並列第一 那版商跟Mokei的隊伍在第三 第四 Nemo跟Tokido 現在在分局第五第六的部分 這個大家其實下禮拜還有一場明星賽可以看 目前來講就是Katikun的狀況比較不好一點 所以要再多幫他加油了 你知道他們之前不是嘴炮那個Marco嗎 對啊 那CEO的時候Marco還差點打贏Fujimura 打到剩一點點血差點輸 讓Fujimura差點輸 剩一點點血 Marco切明明就蠻強的 我還特別去看了一下他那個影片 我覺得他蠻強的啊 真的啊 我覺得Marco 應該是他有慢慢融合了 畢竟他也是 Marco也是很厲害的玩家 他也是試驗換 到現在兩個月應該慢慢長 那麼簡單的角色誰不會用 我都會用了 沒有啦 我覺得一位選手他如果換了角色 出關時間至少都要三個月左右 看角色那個角色其實比較快 是沒錯啦 有的人可能要花半年 可是如果是Kami的話可能三個月 你去玩凱爾 你看半年會能不能花 倩命應該一個禮拜就可以了 沒有啦 沒有啦 空差不是人喔 我講認真的 空差不是人喔 人的話我覺得我一個禮拜都可以 好 好 又不是每個都阿B 奇怪欸 好 那這個 下一場日本明星賽會在7月10號舉辦 那總決賽也即將要到了 會在7月28的時候開打 所以大家可以follow一下 那我們這一趴也是跟大家聊了蠻久了 在結束之前呢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這禮拜的台灣的部分有活動 這個戰績在高雄一直有在辦活動 那這一次有一個教學的活動 來看一下圖片 我們TFF GAMING 這個是戰績所成立的職業戰隊 這個算是終於開始了 這個算是籌備了好長的一段時間 入門的課程 第一堂會在7月7號禮拜六 也就是明天的下午三點 第二場會在這個 8月4號禮拜六 一樣是下午三點 那地點都是在歐羅記電競咖啡 那這個教學的內容就是 基本上會以快達為主 會是以快達為主 會請來一些玩家 然後來教大家這樣子 在閱讀女僕電腦接二樓 對啊 因為歐羅記電競跟閱讀是同一棟 是同一棟 他們原本是一起辦的 後來電競咖啡在二樓這邊弄 這樣子 然後女僕店在一樓 這樣子 對啊之前在那邊辦的比賽 會有女僕來舉個牌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發個獎金這樣子 你是忘記要休息了對不對 沒有啦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講完了啊 每次你們聊天聊很久 都你啦 嗯 都你啦 都你啦 好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最後那個本週賽事整理 來 最後一張字卡好不好 總而言之 我們這個 剛剛還都忘了講好不好 印尼的 這個 阿Bugate Cup 2018 這個在亞加拿舉辦的賽事 全程中文轉播好不好 全程中文轉播 因為 是禮拜 兩天嗎還是一天 一天吧 Ranking應該一天吧 兩天 Ranking打兩天喔 他八強留在第二天打 所以禮拜六 也就是明天的下午兩點 會從預賽打到八強 禮拜天八強 全程中文轉播 記得 這週末又精彩耶 白天快打晚上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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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辛苦喔 好累喔 好累喔 然後日本明星賽跟這個 SonicBook 2018 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這個時間就不細講 好 那我們就差不多 可以廣告休息一下 對 休息一下廣告 然後我們今天是那個 三週年企劃 對 所以企劃 到底要幹嘛呢 我們下一趴來 下一趴 我相信大家很關心啦 這個 我們下一趴敬分享 休息十分鐘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我餓了 偶爾可以吃免費的 覺得